它是一类很奇怪的东西 就是你在拍之前 都想象不到世界上会有这样的生物 这是它的最独特的地方 Fungi spend most of their lives hidden in plain sight but in Shanghai, there's a woman obsessed with bringing them into the spotlight 我叫周秦峰 我的网名叫叶伟军 我的爱好就是拍摄各种微小的漂亮的军物 我小时候对动物跟植物比较感兴趣 然后等到大学呢,我就学的是药学 然后毕业以后做有七、八年的纺织药研发 然后2020年的时候就做全职的视频拍摄了 它在野外因为生长在湿度比较恒定的地方 就是比方说在一个山谷里面 它那里就是湿度比较大 然后又有一些散射的阳光,它就能生长 上海就是它的荒野特别少 只能看一些在小区里面的一些生物 我就发现它那个军内是不受这个环境的控制的 它在一些特别普通的环境下也能生长出来 我一般就是出门前要带着采集盒 还有采集工具 就是采集那种木头 然后树叶,还有树皮 看能不能找到一些军或者它的一些休眠体 它越小的就越精致 这个带回去肯定能长出来 而且应该很好看 这个是什么 可能是绿绒炮菌 这些军物它在大自然里面 主要就是充当分解者的一个作用 然后它主要把那个树木啊 还有诺叶啊 给它分解成辅植制 是 在最近年纪组 周 has fallen in love with something new and slimy it's not a plant it's not an animal and for a long time it was mistaken for a fungus but now it's classified as a protist other protists include the amoeba slime molds are giant cells that can feed on food grow and even solve mazes 我当时也是那种 就是处在一种 就是特别不可思议的状态下 就没想到会有这种奇怪的东西 然后带回来以后 我再给它就是通过一些处理 它就能长出一些当地的特色的菌物 然后如果很好看的话 我就给它留一个菌种 然后再给它自己培养出来 它会有很明显的两个生长阶段 一个阶段就是像动物一样 会爬来爬去 然后另外一个阶段就像真菌一样 会结出一个个的包子 就是一颗颗的紫石体 然后它这两个阶段就是 让它看起来特别神奇 漂亮的年菌 它的变化特别快 大概就是几个小时就变成一个颜色 我一般早上醒来 就先看一遍我的那些培养的东西 没有长出来 就是早晨跟晚上我都要看一遍 它一般都是在这两个时间点 就是长出那个初菌 如果长出来 我就开始架相机准备拍了 主要是一开始要比较暗 它的温度要保持恒定 最好是20到25度 最主要就是焦点不能变 因为它生长的时候 你要预测它的焦点在哪 它有的时候会 往另外一个方向生长 然后你就要在旁边 随时调整它的焦点 它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它们的独特就是它们的神秘 就是你在拍之前 都想象不到 世界上会有这样的生物 这是它的最独特的地方 它是有1300万种 就是已经认识到的 大概是10万种 Jo regularly post her videos online She has more than 1 million followers on the social media platform Weibo and more than 200,000 followers on the video platform Bilibili 就是它已经是我的爱好了 我的所有的时间都是在做这个 就是我家人一开始不太理解 就觉得因为我特别喜欢玩 但是他们也觉得我玩得高兴就好了 i know you i know you